各位朋友你們好,樂報我不講場,又和你們見面,我是余榮陽 身邊同樣有鄭重輝,輝哥你好,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講一講,剛剛過了8月15時中秋 市道如何,不同行業有不同的反應,就算是同一個行業 有些好些,有些差些,這幾時都是,等於有幾間博企 有沒有虧本呢,仍有,但有些賺很多,賺那間的數目 多於虧的那間同樣的數目,我們講中秋節主要是兩個假期 一個是澳門依照公用假期,放8月16日的農曆,即是每天 有些地方8月15日都放假,遊客都幾多來到澳門 但似乎消費,好像比往年沒那麼捨得 先講月餅,月餅,輝哥都看到一些數據,有些賣月餅的店舖 說今年的銷售大概比2023年少了三成,不是幾秒的 以往呢,中秋月餅,你賣了,就等於賺到一年的費稅利潤 今年就不行了,有些說,但有些都說,都有差不多 實際上,太多賣月餅的店舖了,我們見到一些博企 博企裏面呢,有很多不同的酒樓,甚至呢,有些不是中式的 我舉個例子,說名字都不怕,一個做得挺漂亮的 邱吉爾餐廳,邱吉爾餐廳在倫敦人裏面 它不是中式的,但它都是月餅,它月餅相當漂亮的 榮辱互見的 我想呢,我看有兩個原因的 就是月餅和這個年代的改變呢,易改變 經濟好與不好,我相信,可能我這樣說 有些做月餅的行業的人就會罵 其實經濟好與不好,月餅都會逐漸逐漸退 因為為什麼呢,已經被有很多的營養專家 已經在那裡說,月餅不好吃那麼多 又甜又油,又鹽又油 好,第一個,第二個,月餅又是另一件事 我們去年也說過,月餅就是以菜為主,與食為次 大家只是走路轉,所以這些就逐漸 隨著大家的禮儀方式都改變了 我以前見到很多工廠很蓬勃的時候 我想輝哥聽見的,某些節假日有送禮 包括中秋節一個員工一盒月餅 工廠起碼都超過二百員工 有些大的更加,那些模仿廠很大型 只是送月餅那張單是不錯的,甚至不只光顧一間月餅店 現在也是有些月餅店收到的單是送貨的 其中一些博企它是訂人製造的 或者用它的名號,可能它裡面未必有酒樓 但它訂,用它博企的名號,這些是送禮的 但如果只靠門口就很有限,所以形成有些生意 比往年查得多少,有些做開送禮的,它保持著 而且據我所知,有些一早已經找他們,這個叫行街 他們的營業員是跟大機構談 今年如果你們送月餅,送我們,或者超過多少 我想你以前聽過的月餅部,它的餅店不大 但它買到周圍超級市場都有,那叫建昌,有沒有印象 大概是鹹魚街那樣,它就是找些行街去談 另外可以訂的,譬如說,阿輝說你有一間輝記送禮 你超過了多少,十盒,五十盒 它可以跟你印餅盒,有輝記可以這樣 我想這一種,有很多傳統的習慣,真的會隨著那個年代人 就是那個人,老的脫人,逐漸退出這個主證 叫做主證,譬如這間企業或者這間公司,這個老闆 以往它是很有禮儀的,它是一定會送的 但傳到它第二、第三代,可能這些就逐漸會退下 就不如叫那幫老人去吃自助餐就算了,就是夥記 吃自助餐就算了,但是我想在月餅這個行業 現在是今年的燒爐冷,你說有一些是少了百分之三十 這些我就覺得可能在整個行業,未必有百分之三十的跌幅 但我相信比2023年是跌了的,我相信 送月餅我都做過少少了解的,送月餅是送中秋禮之中 就是比較輕簡的,你可以送月餅又送水果 過年就未必送年糕的,它可能送其他的禮物 蘿蔔糕納腸,或者蘿蔔糕它如果賀年,都當是年糕 就是黃糖、蘿蔔糕、馬蹄糕都有這樣 有個糕線都可以的,但是它過年還可能送一些海味 有個糕線都可以的,但是中秋節送禮 多數是圍繞著餅,而且還有一樣東西方便的 有時候送個餅卡給人,餅卡又方便人家 他給他的家人、親戚去拿,有些拿了餅券 他沒有空,整一下整一下沒有拿到,這個又是公司的一個特別利潤 和那些西餅卡都是,送了給人家女 那個人收了餅卡,有時候放了一個桂桶底 雖然有些年期很多,整十年我都見過 但是你都會不見了 所以你講到這十年我都過期 是嗎? 抄起那個桂桶有些十年都過期 這個我們講月餅的銷路,也有些講吃飯 吃飯有些酒樓說都維持到 我們看新聞包括電視的,某些酒樓幾旺 旺到我們要分頭尾圍,頭圍六點至八點 可能你也看過這個新聞,尾圍八點至十點 他說那些客人都很合作,不介意的 有些人我都見在不同酒樓,六點吃到七點半便走 另外有些七點半可以開,不是太晚 你講到這裏我就有些心酸 怎樣的心酸呢?其實大家看見新聞 這間酒樓要分兩位,頭圍尾圍 但榮辱互見有些不行的 但我就問回頭,屈指一算澳門的酒樓 正式的酒樓剩下多少間呢? 有些最近結束了,我也看到網上說 某間酒樓的市道都不錯 這間拍出來都可以說的,因為他做得不錯 加年華,就說他在附近有些結束了 所以澳門幾樣的行業是變化了 第一個酒樓是少了,第二個茶樓也少了 所以變成有很多朋友,你說這幾間都好 因為有些人,老實說,大家都明白的 如果你八月十五上去北上吃飯的 排那隊車隊有排你排的 很麻煩,而且這樣有些人北上 他不是全家北上的,他可能兩夫婦 變成全家吃飯是麻煩的 那倒不如留在澳門 我都看見有些博企裡面很輕旺的 有些不是博企的,或者都不是吃這些 整家去做折那些是不旺的 老實說,團聯我們一年有兩次 一個是八月十五,一個是連三十晚 都叫做團聯飯,這個叫做團聚一起吃飯 未必叫團聯飯 有時候你想一下,為什麼八月十五那一餐 會在澳門有些,譬如賭場裡面的 即是博彩娛樂綜合裡面的好獲 因為一輛八人車,七人車未必載一家人 你多數一家四口五口都喜歡 但如果你說載外父,載外母自己的雙親 哇,這輛車載不完 因為有些人家人去了其他地方深掃,讀大學 或者去其他地方做事 所以有時候有些過年過節真的請外父外母 你一輛七人車是很難用的 即是幾個原因,這些大棚人都會留回 可能因為這些因素留回澳門 所以個別一些都會旺 但很多時候澳車北上,雙排車,諸如此類 行路上去,其實上去上面有條件的 譬如一家六口那些上去,其實都不少 有些人說中秋節這個假期 就不是消費得很好 即是那些旅客來到澳門,所消費的 立了,譬如賭場這樣計 賭場聽說營運得不是那麼理想 有些投行將今個月的預測降低了 早前我們評論上個月的賭收 我們希望今個月有差不多的 輝哥也希望去180多 但現在是不妙,現在的投行調整了 今個月的預測是163億 即是一天只有5點多億 投行就投行了 因為它有個實際的數據出 在9月1至15日過了去 即是我們現在錄影的時候 是9月19日的晚上 但原來9月頭的15日 即半個月,因為9月只有30日 賭收加起來是85億而已 所以不是幾秒 但因為以往很多時候 8月15日是夾襲著這個11 叫雙節,不是叫雙慶 但是今年兩個有一定的距離 這三天內地的假期 即是在20號已經完結 19號已經完結 不是20號 已經完結了 但是有很多人 喂,它那個11那個 他們認為是一個比8月15更大的之一 你覺得是 我覺得是 你真是很有眼光 不是只有你覺得是 投行都看好 因為今年中秋和國慶有個差距 中秋不是那麼旺,沒有問題 中秋不是一個黃金假期 國慶是黃金假期 他看好10月 認為10月的賭收 你也猜不到 剛才是163 10月他認為有200億 因為他看到幾樣趨勢 包括來澳門的旅客 由訂房去想到 大概會有多少 因為訂房是一個寒暑表 我想已經有些顯示了出來 因為訂房不會說 去到9月31號 第二就是看天氣 你記不記得早前有個風 令到人覺得它是一個難門風雨 因為這個風的名字也得人怕 這個風 要摩結 摩結 我們9月份的答案還有一個原因 其實8月15日一般人都會認為在家裡團聚 我有時真的懷疑 輝哥不知道是不是去偷看了別人投行 所以你預測國慶黃金州會好些 你猜你準不準呢 我都希望準 有時我自己很遺心 我又想它好 但我又知道它可能會有些問題 今個月我有少少覺得 不會163億這麼少 不會那麼低 但它頭半個月85 你將它乘以2都要170 是嗎 那你想想現在就快要截數了 有沒有170億 我估計是接近170億 我也是這樣估計 是168億 千萬不要167億 這個就是為什麼呢 你現在這個月始終有一個摩結 因為摩結公佈出來可能是 摩結影響了上半月 總之它說是一個特大的颱風 我們澳門都收到封 真的收到封 所以令到大家不要去 不如一句說話 不如先留國慶 反正都放假 問題就在這裏 但中秋也有少少好處 由於可能有些客人到處去到 有些人說民生區都有少少生意 我看就不是完全因為遊客 是因為好像剛才你說的 有些澳門沒有上到上面吃中秋飯 那留在澳門吃了飯就在附近走一走 可能這樣會不會呢 也有可能 謝謝輝哥